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呢,是為了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學費調漲。 我們認為學費不僅不應該調漲,反而應該要調降。 第一個訴求是,實踐但將大學中華世新都已經不顧學生的反對, 甚至進行黑箱作業,在校內強行通過要調漲學費,並且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那現在在大學畢業生起薪只有22K,薪資倒退16年的狀況下, 學費已經是學生和家長非常沉重的壓力。 所以我們要求教育部長蔣偉寧,履行10月底在立法院的動漲承諾, 退回這些學校的申請案。 我們還用七點的理由,說要召開審議小組會議。 而七點的理由,全部都是要漲價的理由。 首先,比方說他有一個叫做水電費調漲,說需要增加經費。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需要增加補助弱勢的獎助學金。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部分舊的校舍還有設備需要更新。 最糟的是,他們居然還拿節能環保的設備,說要增加這些東西,然後說要來調漲。 明明環保節能的設備,從長年來開始要節能減碳,而且水電費會下降的。 居然拿這種原因說要來調漲我們的學費。 我們的學費原本從3%被我們抗議之後,開記者會之後,他們又調漲1.5%。 這不是興趣是什麼。學校到底有沒有聽到我們學生的聲音。 我希望淡漿大學可以主動取消調漲學費的這個政策。 並且教育部也要遵守承諾洞漲學費,不許失效在任意調漲。 並且把那個調漲學費的權力拿回教育部自己決定,不許把它下放到私立大學。 然後那個整個教育的經費補助也要重新調整,不許教育部全部把經費放在他們自己覺得最好的學校中。 第二點,台灣的稅制十分不公平,政府不斷地對財產減稅。 那造成整體的稅收減少,教育資源的短缺。 然後政府沒有足夠的經費支付教育支出,所以只好放任各大學漲學費。 從薪水沒漲,又承擔大部分稅收的勞工身上剝皮。 但是近十幾年來,各大專院校徵科設系,主要都是以企業的需求作為考量。 從來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學習需求,更忽略了教育的本質。 所以呢,另外,未來大多數的學生都會成為企業的員工。 因此我們主張向財團課章資本力的擴大教育經費。 在大學在今年要調漲學費。 在研議過程一開始的審議小組及最後的校務會議, 學生代表都不到六分之一及十分之一。 而且在全校同學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就要召開, 讓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有辦法把自己的意見反應給學校。 而且在本學期,我們的獎助學金減少了一百多萬。 在調漲學費以後,校方不能承諾我們的獎助學金將會減少還是增加。 會增加多少呢? 學生在完全都沒有獲得保障。 而且在學校新的助學金支用計劃裡面, 大部分都是要同學以勞力換取助學金換取新資的方式, 來幫助同學繼續在學校可以有就學的保障。 世界的狀況就是說, 他預計要調漲學費是調漲6.05%。 學貸的比例就是每四位同學, 其中就一個人附有學貸。 然後許多人人生中的一百萬就是這麼悲者。 高昂學費他已經成為了青年瓶充化的主因之一。 然後再者他其實也是一種變相減少勞動者本身的實資薪資。 就是要跟世新大學呼籲是說, 不能把這種公共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啊, 這種高教危機啊, 結構性的危機轉嫁在學生個人身上。 然後我們應該要正視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 然後挑戰資本利的稅。 我記得姊姊三四年前從東海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背了將近五十萬的學貸。 對。 那我其實, 我從那時候看到我其他繳學貸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記得現在也有一種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個壓力有時候就是, 會造成我有時候完蛋是睡不著的。 我記得一個例子讓我看到就是一個, 學生要找學貸是多麼痛苦的。 然後他們畢業後就要在開始想就是, 我未來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我一畢業家要背負那麼多的錢? 那麼多的債? 這個學費的調漲與否, 是牽涉到整個國家的階級正義的問題。 是社會公益的問題。 是世代公平的問題。 你連這樣的一個論述都提不出來。 然後你就說要漲。 你就說要漲。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台灣大學的校長, 水準在哪裡? 境界在哪裡? 對不對? 然後境界只有說他沒有錢。 就是反正我家裡沒有錢, 別人的小孩子管下去死啊。 就是這樣, 別人家裡的小孩, 接下來整個社會的公益的問題, 學生學貸的問題, 青年貧窮的問題, 未來科系改變的問題。 學費部長, 學費部長, 請問今天可以就是, 存落動漲學費嗎? 基本上部裡面是希望推常態性學長會方案。 那常態性學長會方案, 不好意思, 請問教育部今天可以在我們的承諾書上面簽名, 承諾動漲學費嗎? 因為10月底, 蔣文寧部長已經有承諾他會動漲學費。 基本上, 我們還是重申一下, 就是說我們還是希望推常態性學長會方案。 那至於您講的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的國內的大學, 從98年到現在, 大概都是5年都沒有調漲學雜分的。 有些學校甚至10年都沒有漲過了。 那我們現在現行的會, 請承諾動漲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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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今天可以承諾動漲學費嗎? 剛才會說我們現在專門可以上學校學長會收取辦法, 那個法定還是不在, 如果說有學校送來我們還是依法審查,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收到任何學校的公文。 對, 我們目前還沒有收到任何學校的公文。 但如果收到, 請問你可以承諾動漲學費嗎? 如果收到文的話, 我們還是依辦法來組裝漲小組來審查, 動漲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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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關係, 今天教育部不願意承諾動漲學費嗎? 我們準備了另外一個領務送教育部 希望科長可以幫我們帶給部長 我們準備了一大箱冰塊 希望可以幫助教育部來洞掌學費 那就麻煩我們科長把這個冰塊帶回去給部長 洞掌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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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幫我們的冰塊帶回去給部長 謝謝 既然沒有辦法承諾 請幫我們冰塊帶回去給部長 我們希望他可以動掌學費 反對教育商品化 反對教育商品化 學費該講不該講 學費該講不該講 反對教育商品化 反對教育商品化 我們希望公平分配教育經費 增加私校補助 優先調降私校的學費 那最後呢 我們發現啊 教育部近日公布的高等教育鬆綁方案裡面 竟然狹帶四月中被立院駁回的 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 甚至還要規劃 將學費調漲的權利下放給各大學 讓各大學自己隨便亂漲 從今天這五個學校的調漲學費的過程來看呢 我們會發現學生跟家長在校內幾乎完全沒有發生的空間 所以一旦各校可以自主調漲學費呢 他們絕對就開始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那學生跟家長絕對擋不住 所以呢 所以我們要求要重新檢討高等教育鬆綁方案 我們反對常態性學雜費調整方案 也反對學雜費調整的權利下放各大學 公平分配教育經費 優先調降私校學費 優先調降私校學費 我都會說 我都要學妳 而且我學師 它很正常帶開始 我要買我 我會想買我 自由 我會想買你 我一位 你 我會想買你